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事的時候 雖然會有點寂寞啦 對啊 可是你可以享受一下這個世界的寧靜 現在是在做我們早上 水煎包要用的麵糰 像假日的時候都還要再更早一點 我念大學的時候 我都規定我自己五點要起床 我老婆還沒生孩子的時候 就是我跟她一起去 後來我跟我媽媽一起去的 因為我太太要帶小孩 可是我都希望說 我早起一個小時 讓她可以多睡一個小時 從我兩歲的時候開始 我們家是從早餐店起家 而且我們全年無休啊 哈哈 我結婚的時候是穿著 早上穿著禮服做了早餐 然後才去結婚 因為每天都有人在期待我們的早餐 因為要服務很多農人和工人啊 他們通常五點就已經要去田裡面了 大家都是很辛苦在賺錢啊 所以東西要便宜又好吃 然後又要吃得飽 所以我們都是盡量沒有什麼添加物 就是用最新鮮的食材 都是東西都是讓天現做的 因為客人是永續的嘛 他每天都來吃你的 所以你要讓他每天都可以很健康 熱的 熱豆漿 快點 開要趕火車 沒關係姐 妳下次再付就好了 妳來得及嗎 這家店啊 是從怡婷啊 國中畢業的時候 1998年的6月8日 我們就一起來做的 在我念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啊 就有一個教授問說 有沒有人知道四年後會做什麼的 我說我四年後會賣早餐 教授是說 如果是只要賣早餐的話 那就不用念大學了 因為我看到我父母就是 就是做這些東西說 會有一些職業病啦 我其實捨不得他們每天都去做 一天那麼早起床 唯一的辦法就是我來 所以我從小就知道 就是 就一直的做 對啊 所以一天大概平均睡個五個小時 對 比起一天睡八個小時的人來說啊 我 一天比他們多了三個小時 累一定會累的啊 你想要有收穫 難道不付出嗎 因為你這個就是心情的問題 因為假如說我們不能去SPA 裡頭去那門烤箱的話 我們在這裡烤也很好啊 而且每天都來SPA的感覺 其實有時候會掙扎啊 因為我也可以當一個逆子 跑出去外面 有時候會想啊 就是 就是 父母到底是我的絆腳石 還是我的墊腳石 其實這很容易 就在你一念之間 他們也是我甜蜜的附和 當然我不可能 自己去 去外地打拼 然後 留他們兩個在這裡 然後 因為我也知道 他們為了撐起這個家 撐起這個早餐店 已經 花費了所有的青春 然後拉拔我和我妹長大 我覺得 就是該負責任的時候 你說後悔喔 有些事情沒有試過的 真的是 會不知道啊 可是 就是 這是我當時的決定 我不會後悔 受風讓我覺得很舒服 我覺得 開心啊 因為這是最好的選擇 早上工作嘛 下午帶小孩 然後晚上休息 我們三代同堂 我們全部都坐在一起 照顧父母 就可以照顧小孩 然後又有穩定的工作 非常好